欢迎收看今天消失的国界 日本首都东京是亚洲国际级的大都市 里头有个红灯区也是全球之名 就是歌舞祭丁 总是引来游客的好奇跟窥探 这块区域集中了至少3000间酒吧 俱乐部跟旅馆 假日一天大约有50万名观光客造访 它曾经是纸醉金迷的风俗业集中区 也曾是黑道跟陪酒小姐的榴莲之地 但如今它转型了 大概有八成的店家都是餐饮店 跟一般的娱乐场所 同时根据内部人士的统计 目前歌舞祭丁大约有700家的牛郎店 已经取代了过去有女性陪酒的酒店模式 也就是男公关当道 成了当地风俗业的吸睛主流 而且他们的经营模式 还企业化兼偶像化 不仅组团拍MV 上节目接受了采访 有的还出书当作家 估计一个红牌男公关 年薪动辄台币破千万 这个传奇之地历经了时代演化 见证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 又跟着观光而转型 而且您可能不知道 在歌舞祭丁的发展史上 台湾人占有关键的角色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要带您来看旅游书上 不会提到的极乐动静 目前在歌舞祭丁是严禁路上拉客的 但以前这些风俗店 就是靠着一个个在路上的岸内人 也就是俗称的皮条客 帮他们引路介绍客人 而我们采访到一位 齐老级的岸内人叫李小木 他在歌舞祭丁待了三十多年 黑白两道都熟门熟路 成为了解歌舞祭丁文化的重要传统 夜幕降临 城市健身睡意 这个地区才正要苏醒 我还有 我们现在讲的是早上好 我还有 为什么我还有呢 你看是晚上对吧 尽管是晚上 我们见那边要我还有的 同行业或者工作的人 今天第一次见面 就是早上好 我们一起从现在开始好好工作 东亚地红灯区歌舞祭丁 自有独特作息 跟着资深岸内人李小木的步伐 深入街头巷弄 感受特殊脉动 你看这里 我刚刚来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餐厅 现在全是餐厅对吧 全是饮食店 以前不是 以前80%都是情色店 那些色情的 那些牌子你看不到了吧 就在我们眼前 唯一一张 35年前有的今天海战 这是个偷看的剧场 我就是偷看 李小木出身中国湖南 年轻时就在歌舞祭丁 当安耐警 安内人 负责引路介绍酒店 说通俗点就是皮条客 歌舞祭丁一待30多年 如今60年纪 已是业界公认 其老级人物 早知不知道 有一个也有一个 我们可以再看 摩员 有一个 她不是拉磁 她不是拉磁 快点 来 请 你刚刚那个男子是什么 拉磁的 我当年在大街上拉磁的时候 他就在拉磁 这个老太太已经84岁了 她以前卖圣蛋 在歌舞祭丁拍摄 得李小木做陪 才能确保一路畅行无阻 尽管历经大规模扫黑 黑帮势力不如以往猖獗 这里依旧是治安重点防治区 购物基金的交番 我们叫警察署 是全日本最忙的 最忙的交番 最忙的警察署就在后面 因为他喝酒都多 事情多 以前有流氓 开枪杀人 什么事都有 所以一个真正好的警察 要想得到锻炼 必须到这个交番来工作一年 很多是这样 而且很多警察都认识我 打滚多年已成活字典 黑白两道都来取经 当初能在黑道帮派 群雄割据下过国 靠的就是外国人身份 专拉台港客 不抢本地人地盘 意外开发出 只属于他的独占市场 怎么讲呢 因为购物基金嘛 已经慢慢开始来 外国人需要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也管很多店嘛 我帮他们的店带过去 他们也能挣钱的 全盛时期回扣能抽到九成 甚至拉过不少知名 影歌星企业人士 如今李小牧 所以不再拉客 转行开餐厅当老板 甚至斜杠当起YouTuber 依旧坚持暗内人形象 我那个时候都是 不管冬天夏天春秋 都是穿西装 像现在这么热的话 也不是穿着衬衣打个领带的 只要站在大街上 你是就当这是个公正人物 久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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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看你那个YouTuber在播一些 YouTuber在播的 你要给人家一种信誉感 那这种信誉就是从你综合着帅 给人家一种安心 穿着个邋遢遢的 讲话的歪歪嘴嘴的 那不对的 你们是来旅游的干嘛 对对对 旅游的 同时在走路的时候 他也不会停下来 听你讲几分钟 你可能就是在几秒钟 或者十几秒钟 让他停步 递出一张 带我自己照片的名片给他 能跟您合个照吗 可以 真的可以吗 可以 语言的表达能力 表演艺术 还有了解对方的 你要有心理学 交际学 公共关系学 这些东西都是 我觉得 马克这个人就是个综合的艺术 就像到外面去谈声音 一模一样的 这里是既是我的餐厅 也是我的竞选事务所 我竞选的时候 把这里当事务所在用的 人生上半场的训练 淬炼成滋养下半场的养分 李小木餐厅里 随处可见他出的书 以及竞选区议员的海报 不甘只有 暗内人这个标签 他后来成为作家 甚至涉足政治 竞选理念 是为新宿区外国人 及风俗业者争取权益 尽管两次参选都失利 但李小木从政野心 没被交习 决心再接再立直到当选 黑者的牛郎之牛 就是一定被人家看不起 他也有他努力奋斗的一个过程 只是他当年的家庭环境不好 读不起书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当时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 只是职业不同而已 只要是合法的在购物基地 他们就是正规的人 就是正规的公民良民 只要他拿税了 这全是男孩子陪女孩子的 牛郎店 这全是牛郎店 这种店以前在满大街都是 包括那个楼全是女孩子 现在女孩子的店反而少了 因为他们的钱反正不过难的 你看他一年能挣一千一亿八千万 因为日本妇女的地位比较低 这就是很大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女孩子如果被男孩子捧起来 又做公主又做公主 又做皇后的时候 所以女孩子愿意去消费 不同于外界看待歌舞既定 难免夹带有色眼光 对李小木来说 这里展示人性最赤裸真实的一面 没有框架 阶级 只要肯拼就能找到一席之地 他称这里是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 简称歌大 其实我之所以后来喜欢上日本 而不愿意回中国 因为我在这里待了五年以后 我就非常明白了 这才是我真正要追求的自由社会 只要在一个大的法律的框架之下 不违法 你干什么都OK 那就说日本的法律 对我来讲是很宽松的 特有情色的地带 有情色 可以喝酒 可以自由恋爱 从歌舞基丁本身它就已经体现出来 异乡漂泊几十载 更规划为日本籍 就为吞吐自由空气 在这座不夜城 李小木持续穿梭 灯红九日间 扭转外界形象 为自己的人生居留地 翻新铸解 当您穿梭在歌舞基丁时 能感受到日本独特的文化 但这里有好几座知名的建筑物 其实都是台湾人盖的 甚至可以说没有台湾人 就没有歌舞基丁 最近这里还有持续运作的同乡会 台湾同乡协同组合 就能看出台湾人 与歌舞基丁发展的关系深远 像这栋当地地标之一 HUMAX大楼 就是台湾人李以文盖的 日治时期 林以文是在台中出身 而后搬到了东京 二战之后 新宿被炸为平地 她因应复兴政策 带出了指标性的娱乐大楼 奠定歌舞基丁的基础 她跟另外两位的台湾人 林再旺跟李和珠 被称为是华侨玉三家 是歌舞基丁发展的重要人物 而直到今日 歌舞基丁许多大楼 还是归台湾华侨所有 但因为战后 台湾人的身份很微妙 让他们形势一发低调 因此这段历史 也几乎被掩盖 到了六七零年代 有更多的台湾人 到歌舞基丁来发展 像他们试到餐厅打工 酒店陪酒 形成新聚落 无意间也催生了 台湾料理在此发展 像是有一间 开业超过了半世纪的台餐料理 最早就是做台湾陪酒小姐的生意 透过好手艺 透过了酒客传开 如今成为了歌舞基丁必吃的 中华美食之一 夜的歌舞基丁 小招牌闪闪发亮 这里是全日本历史最悠久的 台菜餐厅 我叫 刚好 欧风 台湾料理 是欧洲的风口 1960年代开设 向荣布餐桌椅 配上台菜菜单 风格东西混搭 虽然现在客源多样 但独立从事台湾陪酒小姐 油锅烧热 倒入蛋液相间 没多久 一道台式经典菜 菜补蛋上桌 其他像是空心菜 炒米粉 咸隔离 也是必点菜色 以为大菜才上台面 其实粗茶淡饭更合胃口 都吃那个台湾国乡 以前的口味 台湾国其实很粗塑 但是对我们出外人来说 这非常非常稀罕的东西 40多年前台湾经济不佳 大批女性跨海到歌舞剂厅打拼 李克顺的餐厅顺势成为他们的后盾 不只自己吃也带客人吃 名声跟着远播 都台湾的发酵 跟这些小姐 上班的 日本人 都都在这里 要喝松酒 之前就来我这里吃吃的 这里拿他们的喝松酒 他们的喝料 还来我这里吃食材 所以我这家 仍然一天可以满三次 卡我三次 有一個蠟燭雞尖三個 好 這個外帶的 外帶的 李克遜自己也是六七零年代 大批跨海到東營 謀生的台灣人之一 當時他跟太太賺的錢 除了生活費外 幾乎都會回家鄉 只是一開始他是廚師 老闆另有他人 我們的老闆 是我們現在說 外甥小孩 他老闆在台灣 我們一本身是在台灣出身的 一本 然後在這裡回來一本 發電 發電後成功一下 因為他在台灣生活 十幾年了 就喜歡我們台灣的料理 世上台灣人跟歌舞雞丁淵源 早在二戰後就開始 這棟結合遊戲場餐廳的十四層商業大樓 是台灣華僑林以文蓋的 日治時期他在台中出生 後來跟弟弟到日本留學 二戰後 沒回台灣做生意 買土地累積財富 當時日本人想籌見歌舞雞丁 作為戰敗後迅速復興的娛樂象徵 林以文便因一政策 蓋了歌舞雞丁第一家電影院 劇院跟大型 綜合商場奠定發展的第一步 不只林以文 當時還有許多台灣人 已經暫時被禁得心揚樂 經營潮流的咖啡廳吃茶店 由於日本是戰敗國 不自被嚴格管控 像這種非民生必須的奢侈生意 並非人人能做 我覺得台灣人很容易 有人說如果沒有台灣人居中穿梭 這座娛樂城就發展不起來 雖然現在街邊旺去幾乎都是風俗店 但許多商業大樓 背後房東都是台灣華僑 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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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林海館 林蔡王 林蔡王 已經有了 已經死亡 但 我現在看不清楚 上方還有 有很多公施設 在下方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一個人 地標之一 風林會館 裡頭有無數風月場所 更曾發生 黑道槍擊事件 無論收租 經營Pachingo 廉價乳店 這些華僑跟後代都很低調 就連這棟台灣同鄉協同組合 也是隱身在 一堆鮮奪目的風俗業招牌中 一不小心就會錯過 這是六階 我最初來來的時候 那裡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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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同鄉協同組合 那裡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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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走進辦公室 熟悉國旗 印入眼簾 高齡90歲的理事長 莊海樹 四十多年前 與台橋集資買下這棟建築物 成立同鄉會 支持僑胞度日發展 如今會員已超過百人 現在日本人 只要人家做錢他要做 台灣人要做 為不要做人 我們家人家 只要做肥子 只要做肥子 一人頭要出一百萬 二十四個 二十二千四百萬 就去做生意 就要做肥子 用這個方法 一人家人家 都要做這組合 錢來救 幫忙這個東包來發展 靠著出租樓層 給牛郎或娛樂店 籌措放款基金 維持組織運作 台灣人在歌舞寄丁 默默活躍 絕大多數日本人都不知道 直到作家道業家子 推開台灣同鄉會大門 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才愈染紙上 我父母是在台灣的基隆 生育成本 也有所謂的 街上做得到的 是一種研究的 研究 一種研究専門 因此也有興趣 台灣人 如何 這個街上 繁衍 和 都不知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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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 外國人 有很多 外國人 非常漂亮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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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台灣華僑第二代 簡線性 則是透過導覽工作 找尋自己的定位 我父母是台灣人 父母是日本人 日本人和台灣人的 感覺 半分半分 所以 台灣人的感覺 一人的日本人 自己的説明 必須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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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台湾人 為何在日本 那些説明 所以 自己的説明 歌舞伎丁幾十載 記錄了多少風花雪月 有人走 有人來 不同種族 背景 職業 再次融合激盪 在不夜城 紛紛訴說 自己的故事 日本的歷史 您一定不陌生 這幾年在台灣 也可以看到 以站著吃 為號召的店 這個源自日本 特有的歷史文化 發源於車站周邊 許多人搭車前 或下班之後 都會來上一晚 站著吃 三兩下就能吃飽 經濟又快速 因此就連火車月台上 都能看到歷史店 但歷史吃的 除了常見的 壽司燒肉之外 連蕎麥麵 都可以快速 站著吃完 因為日本人 太習慣歷史了 當年 美國素食龍頭麥當勞 在銀座 開第一家店的時候 就沒有設桌椅 讓顧客在外面 站著吃 這種 讓其他國家 可能會失敗的 展店方式 在日本 不但沒有違和感 反而因為太多人 一起站著 成為最醒目的宣傳 這裡 絕對是日本最繁忙的 會集點 你來我往 上車下車 大家目的地 皆不同 行色匆匆 平日早上7點到9點 是日本的通勤高峰 在東京 想要看到大批上班族 除了半半爆滿的電車外 就是這裡 號稱上班族 勝地的新橋站 一天進出 近百萬人次 卻還不是最大站 鐵路大火 每個車站 都是節點 吞吐大量人流 旅客行進間 如何抓住 轉瞬即時的商機 店家聽的是 效率 大總先生 聽說你們日本人 很喜歡站著吃 他通常是吃什麼東西 我們通常吃 蕎麥 烤肉 薄肉 披薩 很多東西 例如 這裡 有鰻魚餅 這是 鰻魚餅 鰻魚餅 客人是三名 請 請 三名 請 請 請 在車站趕時間 坐著吃都嫌慢 站著吃最快 這個是 這是 鰻魚餅 就是你開吃三種 吃法 這個是 鰻魚餅 鰻魚餅 這是 椎魚餅 平板點餐 按一按 不一會兒三罐壽司上桌 鰻魚餅 一般回轉壽司店 師傅唸一罐素姿 平均花費十秒 這裡 只要五秒 日本人就是 小孩子很喜歡 我們 沙漠 那大人就是 大人就是 大人就是 這個價錢 如果坐著吃的話 1.5倍可以的 對 所以 人很喜歡 就是這樣吃 可是這樣子吃不會累嗎 真的是 會累是會累 它是很便宜 它是品質很好的 環固店內 二十瓶小空間 塞的十四席 每椅子 一人占一位 空間運用最大化 顧客專心 即五藏廟 店家翻桌率 自然提升 一人當中 大約十分 長得二十分 大約二十分 所以 開天寿司 或坐著吃 類似的類似 是五個月多 的 所以 召起來 三十分 四十分 所以 開天寿司 跟不一樣 立食食 吃得很厲害 這意味 非常強 歷史店與車站 都強調效率 成了最佳組合 不只車站裡 隨處可見 車站外也有 以前的麵 以前的麵 都是車站裡面 就是 車站裡面 沒有一個商業 商業設施 吃的東西都沒有 那現在是 因為世界 那個什麼 時代變了 那日本的 車站裡面 有好多吃的 買的 喝的都有 那像這一間 看起來就是好像 歷史滿久的酒 這個是已經成立了五十年的 很老老店 對對對 你好 儘管在日本 很多食物都能站著吃 但要體驗經典 必須吃麵 好 那我買一個 好啊 那你以前比較常吃什麼 我是最喜歡是 Korokke Soba 或是Kitsune Soba 那今天吃Korokke Soba 好了 機器點餐結帳 十圈一給 五秒鐘 店員立刻出餐 小麵店 雖然一次最多容納 六到七人 但回轉率快 夏天一日客流量 能到八百人 冬天更是翻倍 剛剛你們看到 票給他 大概五秒就出來 一面出來 這一個日本就是 超級快的素食店 都在這裡 好好吃的 好好吃的 所以就是他沒有附湯匙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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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高雅 那您通常吃完一碗麵 就是大概多久 如果擠的話 兩分鐘到五分鐘 兩分鐘就可以吃完一碗 但是年紀大了 有一點困難一點 日本人太習慣歷食 甚至連美國素食龍頭麥當勞 五十多年前 在日本開第一家店 就直接沒設椅子 讓客人在店外站著吃 而這項東營特有文化 最早則可追溯到 上百年前的江戶時代 為了趕時間拚經濟 大家開始站著吃 這個日本是江戶時代 都有一個立食的習慣 所以是在店的外面吃 而不是裡面 裡面都沒有空間 然後在外面這樣站著吃 今天是日本人很自由 所以它是更傳統的一個吃法 算是 算是 所以日本人還是一個 DNA裡面有吧 站著吃還是習慣 深深入民族DNA的習慣 伴隨經濟發展 成了日出之國最獨特的一道風景 一日三餐甚至宵夜點心 只要肚子餓 來上一碗 立刻就能吃飽 繼續前往下個目的地 前一陣子 臉書上的日本旅遊社團 有一則貼文造成了轟動 這是一位77歲的日本爺爺 說要免費帶大家 暢遊他的家鄉伊豆高爺 訊息一出 不止貼文按讚數超過了12萬次 而且光是一天 平均就有30人報名參加導覽 而這位日本爺爺 想熱情款待台灣人 是因為他曾經來台灣旅行 接受了在地的款待跟幫助 因此想讓台灣人多認識他的家鄉 碧綠火山奧然挺立 居高零下俯視這塊千萬年前形成的火島 伊豆半島山海美景交錯 是日本關東地區高人氣觀光地 也是國民外交最好的催化劑 中午時分這位77歲滿頭白髮的爺爺現身車站 高舉中文名牌等著迎接他的規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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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接到旅客就熟門熟路先拍紀念照 接著找地方坐下確認行程自我介紹 看似專業包車導遊 其實他半路出家 邵憲之力才一個月為了台灣人斜槓做觀光 團圓台灣人限定 這趟旅程目的並非賺錢 而是要向台灣遊客介紹家鄉美景 除了景點門票 餐費 旅客自行負擔外 其餘一切免費 東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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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都做了 東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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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用中文傳遞景區相關訊息 還幫遊客留下美麗瞬間 之所以盛情接待台灣遊客 是因為他在台灣旅行時 曾獲得滿滿感動 正常都 《大西海誠之樂》 台湾人 我 일반的地方 heraus 台湾の足有4回 東京都 台北 台上 台南 華街地 我初去台湾駕我,真的是我在中国为什么不关于中国人 但也挺像台湾的人,日本人人一人一人一人歩着, 所以技童人一人一人一人就会遇着, 他也有用中文就觉得他超强 因为是历史的东西 他准备的超级充足 充分准备的背后 使心情不断的练习 这是我全意的杠杆如香 西典的续宝 里头高原墙 我开车 出发接待前努力练习发音 学中文才两年 中创会章扛起导游工作 算是越级打怪 虽然中文行程表 一字一句都是自己打的 但满满都是平音 我说中文是平音的 両屁 我说中文是平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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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中国语音的 我说中文是平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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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不通用英文 再不行就笔手画脚 虽然跌跌撞撞 前前后后也带了十多团 其实中川会章 先前为了接待台湾人 曾经跑到旅馆发传单 却都石沉大海 直到朋友帮他在脸书 社团抛文 人气询问度 一口气大爆发 一何元のリクエストがありますか 30件ぐらい それが毎日続きますね ずーっと返事してましたよ あのせっかく問い合わせできたんだから っていうんで だから毎晩 毎日毎日寝るの 1時とか2時とかになって fest これ所以在鸡腰上 5時分 vegetação ある程度 我们都都有 没有 电池 自飙 自己在 Canadà 出店 是怎么想的 演员呢 看看 今天温度是30度 哈啦哈啦 每个礼拜固定跨海连线台湾上中文课 闲暇时喜欢弹吉他唱中文歌 这首是他的最爱 轻轻的一颗符 已经打动我的心 四年前太太过世后 中川会章身边 便只剩15岁的猫咪Giro 陪伴过生活 与台湾人交流 让她的生命激起新的火花 每次去台湾旅行的时间 也从几天几月越来越长 接下来更想像候鸟一样定期往返 台湾在晚上或夜 老人都不紧张 感到する事がないんです 馴染むんですね 生活が馴染むっていうか 懐かしいというか 何て言ったらいいんでしょうかね 外国にいる気がしないって言う 生活になじみやすいっていうんです 尽管年纪大了体力有限 中川带完三十团后 决定暂时休息 但他促进台日交流的心依旧不变 或许哪天状态好了 又会看到他现身移动各大景点 露出温暖微笑 我是穷江飞江 欢迎大家来移动个温暖 日本的职人精神 也表现在伴手礼的设计上 像邻居忍玩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各式各样很新奇 又令人眼花缭乱的伴手礼 看起来都很精致 很容易让人就一不小心失手 买好买满 尤其日本相当重视送礼文化 如果不送礼或送不好 可能会被对方认为是不够尊重 因此不仅公司出差或旅游 大部分都会在伴手礼 拜访朋友家也大多不会两手空空 甚至讲究一点的人 会在送礼的时候 特别将礼物从纸袋拿出来 双手奉上来展现心意 这也促使他们的伴手礼业者 持续推出了新品 或是期间限定可谓 不然可是会被市场淘汰 外观沉浸点雅的东京车站 里头竟是个战场 伴手礼战场 地上地下各一层 18万平方公尺面积 除了月台铁轨 几乎都被品牌包围 东京车站怎么好像是一个 伴手礼的集散地的感觉 因为使用东京车站的人 非常的多 想要买伴手礼的人也很多 卖的人也很多 所以他们有一间一间 单独的那个品牌的店 然后也有像这样子 把一些基本的经典的人气的土产 集合在一起 走进商店 由东京定番人气三宝 一字排开坐镇 但大小货架群雄争霸 电光石火间 如何让顾客的手 伸向自己那一柜 这个饼干 它的包装上面 就是有东京车站这个图形 那让你感觉到说带的这个 就具有那种地标性 指标性 就是东京车站里头才有的 限定的意思就是抓住一个人的心理 我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然后大家不是都会有那种心态吗 买不到的会更想要 消费心理战场促销花招百出 店门口最显眼西味 留给期间限定摊 时间一到就得换品牌 换商品宣传 维持顾客 新鲜热度 每年商场固定统计 两次前十大人气销售排行 也是刻意选在寒暑假公布 因为这时 客流量最大 他的伴手里很多 像迷宫一样 让旅人们在里头经常的迷路 但是呢 迷路的当中呢 也会让你很愿意的把钱掏出来 一直买东西 所以我都会劝人家 不要随便久进去东京车站里头 东京车站所在的日本桥地区 自古商业繁盛 江户时期 幕府将军德川家康 绘画五条全国道路网 日本桥就是起点 如今还可看到 通往日本各地城市的道路里程碑 路通人多 商铺自然伶俐 仔细在擀得极薄的面皮内 塞入满满红豆馅 就是在铁板刷上芝麻油 慢慢煎出香气 这道用特殊金属钳 塑形的点心 这是两百多年前 江户时代 日本人爱吃的甘味之一 武士活跃年代 典型设计也威风凛凛 其实这些武士们 就是日本伴手礼文化 兴起的主力推手之一 武士活跃年代 三金交代 一年に一回交代 その時 田舎から出てきた侍甘さんが 江戸の記念品を持って帰る というのが一つ それから江戸時代の人たち あまり旅行ってしてないんですよ ただ唯一 神社ですとか 伊勢神宮なんですけども 大きな神社へ お前に行くという習慣があった その時は行って お札をもらって帰ってくる ということを持って 一人で行くんですけども 近所の人たちからですね いろいろ頼まれるんですね それでそのお札を 皆さんに配る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から お土産って始まってるんだろうな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群体社会注重和諧 半手礼成了人与人 之間的潤滑技 時至今日 日本人依旧習慣 走到哪 身边都戴上一份半手礼 只是这人际関係 必備品 也让相關市場 变得競爭且庞大 業者若不求心求變 精益求精 很容易被淘汰 就連經典典心 也得想方设法求變 大部分日本半手礼業者 每隔一段時間 就会推出新作 就算不是新商品 新口味 也会改變包裝 使用方式 持續刺激 消費者購買欲 甚至每年固定舉辦 評選会 跟同業 互相切磋 在自己的領域做到最好 是日本職人哲學 讓這些美味又好看的半手礼成為出行焦點 持續刺激旅人味蕾 在大阪有一間由老台橋創立的中華學校歷史悠久 它是在1946年二戰之後設立 矗立在大阪市的鬧區 至今已經走過了70個年頭 隨著時代變遷 如今這裡 來自台灣家庭的學生少了 反而有大量的中國學生成為了學生來源的大宗 再加上來自於日韓等國的學生人數也占了一成多 使這個學校現在變得相當的國際化 但即便如此 這間學校還是堅持教繁體字 使用台灣的教科書 只不過上課時 難免還是會遇到像是歷史定義 或是主權歸屬等爭議話題 在不同國家各自解讀的情況之下 如何讓不同背景的學生都能理解幸福呢 把握時間 目標校門口 學生家長 總動員 這是你我熟悉的上學日常 但在日本這目場景又顯得清爽 為了避免大車小車擠在校門口阻礙交通 造成附近鄰居困擾 日本學校規定家長開車接送 一律只能送到大馬路邊 前往校門的最後一里路 大人小孩全都要用走的 這間位在大阪市中心 立校超過70年的中華學校早已入境隨俗 校舍設計 校內規矩都比照一般日本學校 日本的小學是比較注重整潔 然後跟整齊 所以他們在平常的時候就教育 小朋友站起來的時候要把椅子推進去啊 然後進室內的時候要換室內寫 他們的老師會說一個注音 然後呢 小朋友要把它寫在白馬上面 進入小姨課堂 學朱英寫繁體字 就像在台灣的小學一樣 不過這裡的學生可不詮釋台灣子弟 爸爸媽媽是哪裡人 中華 你叫什麼名字 一姐二號 爸爸媽媽是哪裡人 爸爸 世上中華學校從小一到國三 200多名學生中 父母一方來自中國的最多 約佔六成 其次才是台灣 佔三成 不過來自純日本家庭的學生 也不在少數 今年念中三的常委奏花 父母就都是日本人 學校是高級生 中學生 大約會終於考慮到的 學習得到的程度 當考慮到時 中華學校 奏花学习的样子怎么样 向准中文市场未来的庞大潜力 奏花的父母不只早早帮孩子铺路 自己也积极学中文 如今一家四口 个个都是双生带 而除了他们之外 曾经在台湾留学 来自中美洲萨尔瓦多的鲁霞 移居日本后 也将三个小孩全送来学中文 我太太本来在台湾留学 所以我们在那边读书 然后觉得台湾的教育制度 是蛮好的 我本身是讲西班牙文 那他们会讲西班牙文 中文 英文 就是可以在整个世界沟通 不过中华学校变得如此国际化 却是校方始料未及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建校纪念碑 带着我们系数创校历史 理事长连茂雄说 当初老台桥创建中华学校 原意是希望后代子孙 就算在日本出生长大 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但时代变迁 台义子弟少了 新增的他国生力军 让学生组成更加多元 不过也让桥校迎接 另一项挑战 他的叙述就是说 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离岛 离岛有东北方的龟山岛 钓鱼台猎鱼等等 既然用的是台湾教科书 难免遇到敏感议题 像是钓鱼台主权归属 大阪地方政府就曾先派人了解 乔校会怎么上课 但校方回应 他们并不会回避敏感议题 教授台湾教科书同时 也会补充说明其他国家的立场 最后让日方放下一律 我们也不会特别说要很政治正确的 就让孩子说你只能有一种想法 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 本来就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立场 那我们也不愿意说 因为这样我们就敏感的话题 就完全回避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 让孩子们了解 国家对于领土之间会有不同的主张 那这也是可以引导学生说 当在不同主张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跟处理 在中华学校 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文化背景 激荡碰撞 融合出的多元韵味 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学校 我们就遵循学校的教育方程 我们没必要说 一定要孩子去接受什么中国台湾 什么那种各种政治的问题 我们就按照学校的来学习吧 一个家庭说两国语言 是这里的特色也是日常 这群新著名不执着从何而来 而是选择用新视野看世界 务实且自在的生活 三立五国界探索全世界 我是李文怡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